这个是没有这么厚的 可是不用怕会透 肯定不会透 只有一个是黑色 它腰间这边就是这样子有扭转的款式 它已经fix在那边了 然后在腰间这边 没有拉链没有扭扣 这种夏天穿也非常舒服 因为它面料就是凉凉冷冷的 所以这一间 这个我也是借你们卡马拿到 不要拿小 因为这种款式它这样子的面料 你穿太跌不好看 见你们穿就是说 会不会快手点会比较好 只要下班有超过我们的尺寸 我有一种空间 它腰间这边是这样子有一个twister 然后shill扣 前面呢它是这边这边 是这样子有一个破线 然后前面左右边开一个小叉 它的面料是非常凉非常冷 凉凉冷冷冷很舒服很爽 你看这间的上围可以到94 所以你看主播拉伸一下是有很多空间的 很多空间 然后说腰间这边 如果你知道助理硬塞这件塞得到吗 塞得到 就是会贴身 所以整体就没有这种效果 所以跟助理的尺码一样 如果你的 对 如果你的腰76 X是可以啊 如果上围94 76 96 OK 你穿X是可以啊 我有一流空间 然后超过的话 我就建议你们带一种M size 基本上的shill扣也是属于一个小A的版型 所以它不是给你们穿这样子贴的 它是这样子有很多空间的 就对了 旁边开叉 腰间这边你看我穿也一样是有很多空间的 就对了 可是它你看我很多空间 可是整体穿起来它还是会有那个曲线 是因为它这边是有一个这样子扭转的款式 一样是有到XXL 我助理是穿M size 对 然后我是穿着X 只有一个是有口袋啊 主要有两个口袋是方形的 然后上围啊 肯定还有空间啊 因为它是到100 OK 你看我上围是脱的空间 腰间一样啊 没有拉伸啊 是这样子捏都有空间出来啊 我是穿着M 如果你的腰76 你选择X是可以 可以就是上围94 176 我觉得你选择X是可以的 OK 所以穿起来会比我 它效率比较贴一点点 物质也贴到会累着还是不舒服 是不会啊 OK 我现在是穿着M size 上围、腰围、臀部都还有空间 可以这么说啦 那些时候不喜欢穿贴身的 你就更会平时的码 尤其还是那些卡码的 你可以贴身 你可以选择S 对啦 我是穿着 来穿着M 长度是乞丐以下的长度 这个款式 开叉是在右边啊 开叉的部分是乞丐以下 所以整体开叉的 它会这么的高 有到XXL 然后这种面料 你会穿 因为在穿 上身非常舒服 没有得选就一个黑色而已 肯定是鲜瘦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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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啦 比较烫皱的面料 怎么想要穿的 比较体面一点 我们都建议 不管什么款式 你穿出去 都烫一烫 会比较好看 比较哑光一点点 就对了 只有一个是 像他讲的 腰间这边 蜜色的款式 是在右边 是在右边 后面呢 它就属于一个这样子的 Planet 前面开一个小叉 面料是非常舒服 凉爽的 那个Cotton面料 它不是那种T恤面料啊 不是啊 比那个厚一点点 比这个厚一点点 只是比这个厚厚 我用那个罗马来讲 它薄一点点 对啦 有口袋 左右两层口袋 是方舌的 只有一个是 X到XXL 助理是穿M 然后我是穿着S 这一期我们的连身裙 比较少啊 金色的话 Planet color的话 就有这个啊 这个是其中一个款式 你看一个是